最近的社交平台似乎又缺P了 这一次新大竟然直接评出了个所谓的九大顶流 试图让这九家粉丝开启争端 盘活平台的日活 只不过何为顶流 单从字面意思上这顶流也该只有一个吧 否则这九个人齐齐站在顶端恐怕也是拥挤的 过去平台就爱搞出花样 什么次顶流再报顶流残出不强 已经有了流量的还勉强说得过去 这技能还有贷款爆火的也着实是让人大开眼界 不出任何意外 黄一博又一次出现在了这内与九大顶流之中 小友与其他八个人同等的地位 黄一博 肖战 黄金凯 王河蒂 蔡西坤 龚俊 杨阳 吴磊 白晶廷如今也是能一起出现并称为九大顶流的存在了 也是让人无奈加无可奈何 黄一博可以是顶流 毕竟单从他的数据各方面看都是个顶格的存在 他的作品在每一个领域都是享有名气的 电视剧让他名声缺起 电影让他未来有无限可能 尤其是2023年作为他的电影元年 在上映了两部作品之后 依旧有电影处于即将上映阶段 剧烈的存在将会为黄一博后续的电影发展片专家瓦 黄一博的流量是真的很顶 从2019年开始 黄一博就一直站在流量巅峰 即便他有一个使劲给他拖后腿的公司乐华娱乐 一个劲的从他身上扒资源为公司其他艺人 但黄一博总能靠自己的工作实力 与人格魅力拿下属于自己的角色 在做演员这件事上他就没靠过公司 反而因为公司的各种操作而被动烈粉粉圈更加稳固 黄一博可以不是顶流 顶流一词太玄富 观众原始玄学 流量亦是如此 有些艺人明明是大男主 可就是火炬不火人 即便有的粉丝晚增表示作品是下沉失场 可艺人的一张签名 拍力得想要的粉丝都没有签人 也着实是让人怀疑剧的数据 故而当王一博在电视剧上有陈情令 风起洛阳 冰与火 甚至带波的金色真图 电影上有无名 场空之王 热烈 甚至带进组的人鱼时 这些足够被称为代表作的作品 就依然成为了王一博的底气 他有作品 有流量 完全没有必要被拉进顶流的评选中 争议成更 不是一个赛道了 与去探讨王一博顶流的身份 不如说王一博是一件剧乱流量与作品 比起顶流 王一博更想做个实力派 如果想要维持高流量 王一博就应该放弃电影 去到古偶 现偶拍电视剧 应该不断参加综艺 在各个节目中刷脸 应该装扮得五颜六色保持大能装 绝不以素颜世人 应该将舞蹈作为吸粉力气 只要有舞台 就用哽咽的语调 讲述自己练舞的不意 心机炎的痛苦 一天睡四五个小时的难熬 可王一博都没有 他在努力做一个演员 少说多做 拜托公司的大礼包 镜组优秀的剧组 磨练自己的演技 给出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答件 并留随好大家去争霸 黄一博大概率是不会喜欢的